既然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呢 我推荐大家使用RAW格式来拍摄 那么这一期呢 咱们就来说一说 富士相机的RAW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在后期的时候该如何去处理它呢 我呀整理了一下大家提到的相关问题 例如为什么无法导入Lightroom 导入之后进入修改照片界面 它的颜色怎么就变了呢 以及调整曝光时的相关问题 所以这一期就综合解答这些困扰大家的难题 大家好 我是IDI一个使用富士相机的职业摄影师 我呢会分享相机的使用技巧 和后期的修图教程 帮您在摄影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RAW文件呢 其实压根就不是照片 而是相机内记录原始图像的信息文件 其中包括相机镜头的拍摄时的那些参数 以及拍摄的时间 地点和版权信息等等 那这就是为什么它无法被直接打开 也无法在相机以外的其他设备上直接预览 需要可以解析RAW的匹配软件呢 才能够打开它 正因为如此RAW文件呀 不会记录很多相机内的设置参数 比如说这个胶片模拟的效果 颗粒效果 色彩效果 高光色调 阴影色调 色彩 锐度 降噪功能 这些呀 通通都对RAW没有作用 每个品牌呢 都有一套自己的RAW文件记录方法 所以不同的相机啊 拍出来的这个RAW文件 它的结尾格式呢 都不一样 富士的RAW呢 是RAF结尾的文件格式 在后期之前呢 您需要查看一下 修图软件的版本是否支持自己这个相机的RAW格式 那往往刚刚上市的相机呀 在短期之内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支持 像我当时买这个XT3的时候是大概9月份 足足足等了得有4个月 等到第二年1月份的时候 Lightroom更新了新的版本之后 才能完全的识别和处理过去这几个月里拍摄的照片 所以买新机器的时候呢 您可得留点心 特别是准备拿着它去干活的 记得多保存一份JPEG会比较的保险 有好多小伙伴反映说Lightroom无法导入自己拍摄的RAW文件 那这是因为能够识别您这个RAW文件的引擎软件版本太低了 实际上啊 Lightroom或者是这个Photoshop的版本更新呢 其实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以及完善了它已有功能的操作流畅度和速度 而真正对RAW文件进行解析的呢 实际上是一个叫做CameraRAW的软件 它呢不能单独启用 并且呢也不会显示在已安装的软件列表里 在打开Lightroom和Photoshop的时候呢 CameraRAW就会自动的被加载使用 所以呢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编辑器的引擎 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Lightroom的修改照片界面 和Photoshop打开RAW文件的这个界面呀 看上去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仔细对比来看呢 您会发现这两个软件的功能是如此的相似 所以啊学会了Lightroom的操作 您呢就等同于学会了Photoshop的RAW文件处理方法 所以呢如果您遇到了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 无法解析RAW文件的问题 第一步先去更新CameraRAW 查看目前的版本呢是否支持您所使用的相机和镜头 然后再去升级Lightroom和Photoshop获得最新的功能 那更新了这个CameraRAW的版本呀就相当于同时更新了这两个软件的解析RAW文件的能力了 在Lightroom比较新的版本当中呢大概是2020年之后更新的这个版本呀都有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导入RAW之后在图库的界面里边呢颜色看着挺好看的 但是切换到修改照片界面之后啊哎他这色就变了 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因为呢在新的Lightroom版本当中啊导入照片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默认的选项 叫做构建预览 它呢出现在导入照片界面的右上角 所以啊非常容易被忽略 如果选择了这个嵌入与附属文件这样的一个默认的选项 那么就会出现颜色不同意的现象 如果把这里边改为标准 然后再点击导入呢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这个新功能的推出呢是为了提高Lightroom在批量导入大量RAW文件的时候 它的预览速度 在图库预览当中呢您可以看到小的缩略图上面 每张照片呢都会有这样一个双箭头的小图标 那这就说明此时这张照片的效果呀处于嵌入式预览的状态 点击这个小图标它呢就会切换到标准模式了 这样呢就会和您在修改照片界面当中看到的效果一致了 所以啊您所预览到的那张好看的照片呢 并不是RAW文件的真实效果 那么这个嵌入式预览的鲜艳图片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啊是在这个富士相机里边尽管您选择只保存RAW格式文件 相机呢也会同时保存一张JPEG的效果打包进这张照片的RAW格式当中 所以在导入Lightroom之后显示的那个鲜艳颜色的效果呢 其实是这个JPEG图片的预览效果 因此呢并不是导入Lightroom之后变了色 而是RAW呀它压根就不长这个样 如果您选每次导入的时候都要还得想着去选择这个设置 太麻烦了呢可以修改软件启动的预设 来把它默认为这个标准的模式 在菜单中的首选项里边呢 有这么一个导入的默认选项 进入这个常规的界面 勾选在空闲状态时使用标准预览替替换嵌入式预览 这样呢您在每次导入RAW文件的时候 它就是默认为标准模式了 但是啊读取照片的速度呢 就会相对来讲变得稍微有点慢了 对比这个RAW和JPEG的优势呢 首先这个RAW它的白平衡调整呢 非常的随意 如果您拍摄的时候选择了RAW格式 其实啊就不用担心自己的白平衡 是不是选择正确了 特别是日落时光线变化非常的快 还来不及设置呢 它就变了 所以呢我通常都是自动白平衡来拍摄 然后后期呢再来调整 比较的省事 避免前期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白平衡 出来的颜色呢很怪调不回来 至于白平衡的修整方法呀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 欢迎大家收看 在曝光的后期调节上呢 RAW文件格式啊会有更大的宽容度 在高光的修复上呢就会表现的特别的明显 现在呢这是一张JPAC的图片 我把高光呢降低到-100 可以看到高光的位置 这个树枝呢得到了一点恢复 但是呢也没有完全的恢复 那么我们看一下RAW格式 同样也是降低高光到100 可以看到高光的位置这些树枝呢 全部都还原回来了 这在拍摄光比比较大的环境 特别是像日出日落夜景 使用RAW呢都能够为照片的高光部分 还原出更多的细节 这在我平时拍摄的城市风光的照片当中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 由于RAW格式的文件啊 并不是所见即所得 回到家在电脑中打开的时候呢 和拍摄的时候效果不一样 颜色呢比较的暗淡 很依靠后期的调色技术 那怎么调整曝光是合适的 什么白平衡是正确的 这都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去找到一个后期的标准 虽然在后期的时候呢 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了 但是对精准度却有了更高的要求 我呀发现其实很多外界的因素 也会影响您最终的出片效果 这就让后期的标准啊 变得更加难控制了 有的时候调出来的曝光 或者是颜色不精准 哎您有没有想过 这也许是显示器本身 所显示的颜色就不准呢 还有就是办公环境的亮度和色温 影响了您的视觉判断 那这些问题往往都被忽略了 比如我这个电脑呢 它就放在一个角落里 白天的时候有这个窗户的反光 晚上的时候打开房间的灯呢 也会有灯的反光 那日光和灯光啊 它的色温还不一样 这就导致了我在白天和晚上看到同一张照片的效果呢 会存在偏差 那有的时候为了看清图片的细节 我会把这个屏幕的亮度调到很亮 那这就会导致照片的曝光也许在显示器上看起来很好 但是导出照片放到别的设备上 它可以均匀的照亮整个显示器 因为它这个照明角度呢 并不是直接的打在屏幕上的 所以啊 它并不会产生反光 那后期的时候呢 我就不开这个房间的灯了 这对专业后期修片啊 十分的关键 因为任何的反光呢 都会导致显示器的不精准 会影响后期时对高光阴影甚至颜色的判断 外部照明的亮度呢 也要适中 不然呢 眼睛呢 也会觉得很不舒适 我呀 使用的是这个自动调节模式 通过控制器上的感应点呢 来根据环境光线 亮度和色温呢 进行自动的调节 那如果您的桌面像我一样比较的小 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挂灯 它的安装方式呢 非常的方便 直接挂在电脑顶部呢 就可以了 完全不占用整个的桌面空间 当然呢 这个挂灯啊 它有一个不足之处 就是价格稍微的有点小贵 不过呢 快到年底了 大家可以等到打折的时候再买 就会更划算了 所以您在调整 RA文件曝光值的时候呢 绝对不能仅靠眼睛 来判断它的准确度了 调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呢 必须要参考其他的数据来进行衡量 推荐大家调整的同时呢 参考直方图中的曲线 来判断目前的曝光状态 具体的操作方法呢 您可以看一看我之前做过的 解读直方图这个视频 使用RAW是拍摄的一大好处呢 就是如果拍的时候效果不满意 您呢还可以在后期更改任何的胶片模拟效果 这里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后期套用胶片模拟的几个方法 在Lightroom当中导入RAW文件之后呢 切换到修改照片界面 在基本设置这个模块当中呢 找到配置文件 然后点击最右侧四个小格子的这个图标 在这里呢有一个选项叫做Camera Matching 只要是您用富士相机拍摄的照片呢 这儿都会自动的识别出来 但是呢这个选择它只支持RAW文件格式 我呢使用的是富士XT3的相机 它呢自动识别出来15个胶片模拟的效果 双击任何一个效果呢就会自动的套用 接下来呢您就可以去调整其他的参数了 将RAW文件直接拖入到Photoshop当中呢 在Photoshop里边啊同样有配置文件 只是呢不在基本模块当中了 在最上边直接就可以看到 点击这个右侧的浏览图标 找到Camera Matching 这里呢和Lightroom一样 也是识别出了15种不同的效果 选择想要加载的胶片模拟效果 双击直接返回到修改照片的界面 哎您看这是不是和Lightroom的操作方法 几乎是一样的呢 除了Adobe的这个Lightroom和Photoshop 还有另外一个软件可以做到 后期套用胶片模拟的效果呢 就是Capture One 并且富士用户呢是有个免费版的 叫做Capture One Express 到官网拉到最下方 不要选择这个For Fujifilm这个版本 它是收费的找到Express结尾的这个版本 进去之后呢您就会看到 用Fujifilm和Sony两个选项 选择Fujifilm下载 这个版本可以永久的免费使用 当我导入同样的一张照片之后呢 与Lightroom不同的是 Capture One会自动的识别胶片模拟的效果 并且自动的加载 在右侧的界面当中呢找到这么一个三个小圆圈的图标 进去之后您就可以看到Curve选项当中啊 它会显示为Auto 也就是说它会自动的识别您在拍摄的时候所选择的那个效果 点击下拉菜单呢就可以选择其他的胶片模拟效果了 我呢这张照片啊同样是用复制XT3拍摄的相机内没有的胶片模拟效果呢 哎在这儿啊居然就出现了 并且还可以使用 比如这个Classic Negative呢就是我这个XT3没有的 但是呢在这个Capture One当中确实可以套用的 怎么样神奇不神奇 要是您啊只是为了这么一个新的胶片模拟效果去购买XS10或者是XT4呢 是不是可以完全打消这个念头了呢 至于前期拍摄时选择这个胶片模拟拍出来的照片和后期再套用它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是在于啊后期有了更多的调整的空间 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在后期呢可以实现局部曝光的重塑和再造 无论是弥补前期光线的不足和缺陷 还是重新打破照片原有的曝光结构 突出重点引导视线 那这些呢都是前期拍摄时无法实现的效果 后期重塑曝光的具体操作方法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做过的这几个Lightroom教程 看完了这些特点呢 您是不是明白了我为什么推荐拍摄的时候 一定要保存一份RAW格式了 当然呢这个RAW和JPEG也没有达到天壤之别的差距 那这不得不说富士在JPEG的表现上呢 确实非常的出色 我呀知道很多小伙伴买这个富士相机呢 就是因为它的直出色彩非常的好看 但是呢这也不妨碍您多保存一份RAW格式 尝试一下后期的调色 最大化富士相机的潜能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跟着我一起学习Lightroom后期调色 已经发布了20个教程为您解决后期的难题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